大家好,我是常常老师 今天我来讲一下 匹兹堡的一个私立高中 叫Shadyside Academy 就是这个学校 它的高中生本科的录取的情况 因为我的女儿也在这个学校 也是毕业班 后人也是这个学校的三个 指定的招生的机构之一 所以从大陆来这个学校的话 都得通过这三个机构 递交这个材料 请办法不多说 咱们来它的录取榜单 这个学校在匹兹堡的 四个私立的独立的高中里面 很多人认为是最好的一个高中 它校园是最大了 最好 但是今年的升学的情况 其实看来不如另外一个学校 叫WT升学的情况好 但是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好,这里面 它一共大概90个学生毕业 这些是它的叫College in Roy的榜单 这不是录取的 因为有的需要它录取的榜单 这个没什么用 因为有的学生特别优秀 他一下比如被七个藤校录取 但并不是有七个只能去一个 那这个是他最后选定了去这个学校的榜单 所以这个是重要的 就学生最后去哪 而且一个学生在这里只出现了一次 所以这里边看阿列基基学院 是在匹兹堡附近的一个文理学院 两个 美国大学在DC的 澳本大学是一个 巴拉德学院在各大的校园旁边 是各大的一部分 是个女子学院一个 贝兹学院 波士顿大学是两个 鲍登学院这些文理学院一个 阿克奈尔大学两个 CMU的三个 因为这都在匹兹堡 CMU三个 凯茨西吹大学院两个 特尔比学院 伍斯特学院 科罗拉多学院都是一个 然后达特曼斯学院两个 这两个呢 有一个是住校生 是大陆来的学生 戴维斯学院一个 丹尼斯大学两个 德保罗一个 这个德金森 艾莫森 艾莫瑞有四个 去的人挺多的 然后呢 菲尔菲尔德 Georgia Town 有两个 然后哈佛大学有一个 这个呢 是一个住校学生 是一个美国本地的住校的学生 尼南大学有两个 临海大学 一个麻省领工 有一个是一个 大陆来的住校的学生 迈阿密大学 一个 蒙大拿州立大学 霍斯奥克兰山学校 纽约大学 东北大学 Penn State 普渡 罗格斯 罗切斯特里 宫 罗斯霍尔斯技术学院 圣路易斯大学 乌尔斯默 春季阿博 叫Spring Arbor大学 一个 然后呢 圣劳伦斯 德州基督教 塔普茨大学 也是不错的学校 一个 杜兰大学 不错 美国海军学院 有一个 这个很难进的 因为它是全奖的 加大伯克里 两个 圣地亚哥 一个 芝加大学 两个 其中一个呢 也是大陆来的 住校的学生 西尼纳提 UIUC两个 肯塔基一个 迈亚密大学 然后密承根大学 三个 明尼苏大学 圣武大学 匹斯堡大学 罗杨岛大学 罗切斯特大学 南加勒大学 一个 圣安德鲁斯大学 这应该是英国的吧 一个 然后威斯康斯 麦丛森两个 罗志尼亚泰克一个 威克福斯 三个 罗斯顿 Jefferson一个 这是匹斯堡 附近的一个 文理学院 罗斯顿 利一个 然后 华大生 路易斯三个 我女儿是其中一个 去的华大生 路易斯 从这个录取榜看来 今年录取的 这个藤校 比较少 去年录取了 大概有15个吧 今年录取了 可能只有5个 哈佛 4个 录取的比较少 但是它哈佛MIT 今年都有 那么这个 住校的学生 持续的表现得很好 其实住校学生 是容易提高 这个成绩的 Chayside Academy 也被这个Niche 评为 在宾州的 住校的 最好的住校的项目 住校的学校 所以这个是 名不虚传 那么 这个像我女儿 像我们本地的 那还是走读 它有很好的 一个住校的环境 所以这是不错的 这个国际的 这个学生 比如大来的学生 在这里 也有很好的 这个表现 我们也很为 他们高兴 这个学校的 这个情况 就讲到这 这是这个学校的 这个校园 非常大 像大学一样 好的 那么希望 讲这个学校的 录取榜 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能有一个比较 比如你跟北京 上海 一些国际学校 相比 或者在未来 去美国 选校 能够有所选择 住校的这些学生 就大陆来的学生 一个MIT 一个芝加哥大学 一个达特茅斯 这都是非常好的成绩 总共也没几个学生 大陆来的 住校的学生 四个年级里面 有70多个 住校学生 所以住校学生 就占到20% 这个比例 还是不错的 好 那么今天讲到这 如果你想对这个学校 有特别的了解 或者特别的问题 或者你想 比如说让我来 讲一下高中的这些网站 高中的学校 怎么来评估 都可以具体来讲讲 可以在视频后面留言 好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点下下一个大拇指 这样平台推荐 更多的学生和家长 如果你有留学美国的问题 研答证 可以私信我 我尽量安排时间来回答 好 最后感谢你观众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